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线相机的使用方式 首先呢它是可以调整大小的 我们可以调整它合适的大小 然后呢我们可以点拍照 这样的话就会把它下面的这个图像给拍下来 但是每次拍照呢都会清空之前的 然后是屏闪功能我们打开屏闪功能呢 它会持续拍照 但是呢它只拍某些特定的物体 比如说这个小球 我们把屏闪功能关掉 好现在呢这个就已经把刚才的记录下来了 当我们要重新做实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放在空的背景上 然后拍一次照 这样因为我们拍的是下面的背景 所以就没有东西了 好我们可以重新来 可以选择要不要把这个网格拍下来 可以拍也可以不开 比如我们不拍这次 好我们把屏闪功能打开 这样小球的轨迹就记录下来了 好关掉 可以观察 但如果我们去点拍照 就会覆盖掉原来的 空白区域拍照 还有一个我们还加了一个功能是这个 就是可以正常来说我们是一秒钟50赫兹 当然我们可以调一下这个 没开 开开拼闪 调到实 我们看一下 这明显是不是比原来的 慢了 也就是说原来是一秒钟50赫兹 现在一秒钟5赫兹 也就是一秒钟拍五个点 好 拼闪相机就这些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发挥想象 自己试一下 看看都能干些什么 或者有想法也可以跟我说 好